本组图片拍摄于2013年9月16日,在河南郑州一个偏僻乡村野外一个废弃的砖窑洞里,里面没垫墨水,却住着一个大学生。 据周边村民说,他已经在这里将近有十年了,里面只有地铺,还有一点简单的日常生活用品,没有桌子啥的,而且他拒绝接受别人帮助,没闲的时候就外出打工,挣钱就买好必需品。 又回到洞穴内,有吃有喝的甚至半个月不出洞,等没钱了再出去证,周而复始,过着原始源一样的生活。 图片来自东方IC,老张住在此处的事情经有人传到网上,引起了好些人的关注,经常有人采访打乱了他一直以来平静的隐居生活,他有些烦闷。 9月16日,老张的家人在电视上看到报道后,其弟弟和亲友迅速从老家赶来,想把他接回家,可他死活不回去,叫他上街吃饭喝酒他也不去。 这是老张站在他居住的窑洞头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老张的亲友说,老张失踪后,他们全家找了他好多年,都没有找到。 昨天突然从电视上看到郑州发现了个都市洞居人有些像他。 老张的弟弟和几个亲友就放下手中的火,赶紧来郑州寻找,他们沿着西流湖找了一圈也没找到,后来多方打听哪有对砖窑,才在村民的指引下找到这里。 这使亲友们在劝他回家,可他不为所动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老张的住所紧靠西侧洞壁下,床室打的地铺,还挂着一顶旧纹帐,衣服挂在木棍上,地上胡乱地堆着一些杂物,上面落满了灰尘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砖窑洞里面光线不好,仅有的光线来自砖窑顶一个一米的窝口,窑洞里地面高低不平,床铺前面就是一个一两米的深沟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砖窑顶上这个窝口,老张用一块铁丝网盖着,防止异物掉落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这时老张在窑洞外用三块大石头支起的简易倒台,用来烧饭,烧的是紧来的柴火,喝的是旁边湖里的水。 图片来自东方IC。 老张的亲友说,他从名牌学校毕业后,在省城当过医生,他有一时资格证,突然有一天就失踪了。 家人也联系不上他。 根据时间推算,老张应该在三十六岁的年纪,在他隐居的十年时间,他一个人学居在这里,饿了做饭,喝了喝水,从不交朋友,也不回家,他也怕交朋友。 不管春夏秋冬,只做两件事,每天拉小提琴,练书法。 图片来自东方IC。 据周边村民说,他不喜欢和人交流,有时想帮他,他也不接受,他经常晚上一个人在洞边拉着小提琴。 他似乎不愿意提起他的过去,老张虽然住在这样的环境,但他对外界的事情和了解。 他喜欢看书,读报,喜欢书法,地上散落着毛笔和墨汁,平时他就在这里练书法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地上散乱的放着电池,笔记本,闹钟,剪刀等日常必需品,还有一个收音机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兄弟俩十年未见,老张看到弟弟并不激动,冷冷地说,你咋来了? 我在这里很好,看完了你们都回去吧。 老张大学毕业之后,虽然从事过几份工作,但因压力过大,再加上没赚到什么钱,他便选择了辞职,并且与家人断了联系。 看老张说话也很像回事,不想精神有问题,他应该是因为事业没有成功,没有混出个人量,无法面对家乡父老,图片来自东方IC。